他是动漫史上当之无愧的制斗天花板 大名鼎鼎的死亡笔记 叶神月在大众眼里是一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即便全国性的模拟考试也能履历榜首 可性格孤僻的他始终觉得身边的人都是麻瓜 层出不穷的暴力与犯罪 让他更加厌倦这个无聊且腐败的世界 直到某天上课时 他发现了一本从天而降的黑色笔记 笔记名为死亡笔记 如同字面意思 只要名字被写进笔记就会死亡 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种东西 月当即认定这是学校里新型的恶作剧 他将笔记放回了原地准备就此离去 可走了几步后 月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出于何种心理 回到家后他仔细研究了笔记本的使用规则 笔记表示写明时脑海中必须记得对方的长相 从而避免因同名同姓误伤的可能 如果未标注死亡原因 目标将在被写入的40秒后心脏麻痹而死 如果标注死亡原因 在写入后的6分钟内还可以继续补充内容 如此周密的设定让月产生了兴趣 他本想试验一下笔记本的威力 却又害怕真有人因此死亡 自己背负杀人的罪名 此时电视上正在直播一则关于绑架犯的新闻 看着电视台播放出的绑匪信息 月半信半疑地将绑匪的名字写在了笔记本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直到40秒后绑匪真的死于了心脏麻痹 月顿时又惊又居 冷静下来后 他安慰自己这只是巧合 可万一这不是巧合呢 月觉得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试验 在试验的过程中 月天才般的智商也渐渐显露 他首先排除找罪犯或者大人物作为目标 因为事发后信息可能会被封锁一段时间 他的目光落在了学校的不良身上 这些死不足惜的家伙 即便出身社会后也会屡教不改 死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就当为民除害了 就在月犹豫要不要对他们出手时 一群飙车党拦住了一名少女 并准备强行带走将其强暴 其中领头的麻瓜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不清楚名字的具体写法 月甚至将所有的同音字都写在了笔记本上 下一秒领头的麻瓜果真如同写的那样死于了车祸 直到这一刻月才终于相信 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死亡笔记 手中的鲜血并未让月陷入恐惧 神的力量就在自己的手中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活着的意义 短短数日 他便在笔记本中写下了大量的名字 直到一个不速之客找上了门 来人自称死神刘克 也是死亡笔记的原主人 了解情况后的月很快冷静下来 并表示自己一直在等待刘克的到来 他想知道使用死亡笔记的代价是什么 是自己的灵魂吗 还是其他东西 文言的刘克差点笑出了声 这种荒谬的想法只是人类自己意想出来的东西 他不会对月做任何事 捡到笔记的那一刻 月就是笔记名副其实的主人 可以随意使用 如果硬要说代价的话 那就是使用过笔记的人不能进入天堂或者地狱 而是会被刘克写进他的另一本笔记中 文言的月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会选择他作为笔记的主人 刘克一边狂炫苹果一边满不在乎地说着 这只是他不小心弄掉 然后恰好被月捡到了而已 而弄丢笔记也只是因为他觉得太无聊了而已 无聊一词让月感同身受 其实在杀掉绑架犯和飙车党之后 月也怀疑过自己是否拥有审判他人的权利 可这个逐渐腐败的世界正等着人去拯救 拥有死亡笔记的自己不正是这个人吗 其他人或许会因为良心谴责将其充功 所以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只有自己 于是他不断在笔记上写下名字 他要让那些罪犯们知道 世界上有个正义使者正在制裁他们 直到再也没有人作恶为止 直到一个只剩下杀人的新世界诞生为止 但刘克却问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真要到了那种时候 那个世界最坏的人不就只剩月自己了吗 夜神月从发现死神刘克的存在 他特意在抽屉制作了暗格 如果打开暗格的方式不对 就会出发电路引起大火 从而消灭证据 虽然通过笔记制裁人渣的方式极为隐秘 但人们还是注意到了这名正义使者 大众的舆论出现了两极分化 与此同时大量罪犯诡异死亡 也吸引了国际刑警的注意力 并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而月的父亲正是代表日本的警察局长 不过鉴于侦查难度 警方还委托了世界第一侦探L协助调查 L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不仅从未露出过真面目 甚至连名字也仅仅是个代号 在L的指示下 全球警方联合行动 并进行了全球直播 新闻中L首次出境 言之凿凿的将基拉定义成了邪恶 势必要亲手将其逮捕 这成功激怒了正在收看直播的月 他自认为是要拯救弱小 创造理想乡的神 L的话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侮辱 他立马将L写入了笔记本中 40秒后 L死于心脏麻痹 可还没等月高兴三秒 画风突变 L的声音出现在电视机里 之前的L只是一名未公布的死刑犯而已 不过这也成功证明基拉可以顺着网线杀人 但基拉并没有杀掉隐瞒名字与相貌的自己 或许是觉得这样的羞辱还不够 L继续放出了猛料 此次全球直播并非同步 而是分时段地区 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警方疏忽的细节 第一个死于心脏麻痹的绑匪 也只出现在过日本的报道中 因此警方已经确定基拉的藏身之地就在关东地区 既确定了基拉的活动范围后 警方发现犯人的死亡时间也很有规律 平日都集中在下午五点到凌晨两点 而周末节假日则相对分散 L由此推断基拉很可能是一名学生 这也不怪越疏忽 当正义使者外 他还得扮演三好学生 虽然没有肯定基拉的意思 一名警员表示 随着基拉的出现 日本的恶劣犯罪正在大幅度减少 这一巴掌 在座的可谓挨得结结实实 这也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理由 L及时打破了尴尬 然后提出了新的调查方向 他想知道罪犯在日本进行报道时 是否有展示过罪犯的长相 局长总一郎向大家分配完工作后 总算有了回家喘息的机会 殊不知 他就是基拉应对警察最大的依仗 越不留痕迹地入侵了父亲的电脑 以此得知了警方的一些调查结果 然而死亡笔记除了让人40秒内 死于心脏麻痹外 还有一个设定 还可在6分40秒内写下具体死因 而越接下来就要利用这个设定来洗脱嫌疑 三天后 调查总部乱成一团 连续两天 在非节假日出现了46名新的受害者 但和以往不同 这次的死亡时间是每隔一个小时 出现一名受害者 犯人是学生的结论不攻自破 但L却很快会议 基拉在传达信息的同时向他发起了挑战 基拉不仅能够操纵死亡时间 还能知晓警方的情报 不止如此 越还趁机在L与警方之间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接下来的时间 他只需要静待警察帮他找出L的真实身份 果不其然 警方已经有人开始不满L的怀疑 并相继提出辞职 调查基拉本就极度危险 他们又不像某位大侦探那样神秘 况且警察只能靠证件来取得信任 现在又发生了内鬼事件 他们随时可能被基拉顺着往线弄死 这种情况下任谁也无法将生死置之度外 显然这位大侦探就是L 此时他手握一份141人的警方名单 确凿的证据让他很相信自己的判断 基拉就在这些人或他们的家人之中 于是他委托FBL开始着手调查 而岳父子二人也不例外 深夜回家的路上 刘克扭扭捏捏捏几度欲言又止 无可奈何的岳只能让他有屁块放 刘克本来是因为太过无聊才故意丢掉了笔记 虽然岳的出现成功让他感受到了乐趣 但这并不表明他会是岳的同伴或敌人 正常情况下 他不会对岳的行为做任何干涉 但鉴于同居建立的情谊 他要给岳提个醒 有个人已经跟了他们两天了 虽然对方看不见自己 但这两天他就像被吃汗尾随的小娇娘 哪哪都不舒坦 文言的岳顿时一惊 要不是刘克的提醒他恐怕会一直蒙在鼓里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 明白了这是L派来的人 虽然他这两天的行动没有异常 但长此以往保不齐会露出破绽 可不知道对方名字又无法将其除掉 像是洞悉了岳的想法一般 刘克向岳提出了一个问题 死神为什么要在笔记上写人的名字 因为这样做 死神就能得到那人的寿命 如果一个本应该活到60岁的人 在40岁被死神写下名字 那么剩下的20年寿命便会加到死神身上 所以除了揽神自己揽死 一般物理方式是无法杀死死神的 但岳作为人类并不能触发这一点 而且死神只要看到人类的脸 就能知道他的名字以及剩余寿命 虽然不可能告诉他就是了 这也是死神和笔记持有者决定性的不同 不过只要笔记持有者献出剩余一半的寿命 死神就能将持有者的眼睛 替换成和死神一样的卡兹兰大眼睛 但遗憾的是夜神月拒绝了死神之眼 聪明的人大多都是自负的 月也不例外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为新世界的神 要是还没成神 就因为寿命将近半道崩俗 那这个神又有什么意义 不过刘克还是继续补充道 只要月还拥有笔记 这场交易随时都可以进行 对于这种解释月显然没什么好脸色 要真有这样的规则 刘克早就该把规则写在笔记上了 月问刘克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刘克唯唯诺诺地表示应该 大概也许没有了吧 月却调笑着说真是可惜了 他想着如果是换个翅膀的话还能接受 不过也仅仅是玩笑而已 又是眼睛又是翅膀 真要有了这些怕事不知何时 就成了真正的死神 刘克却淡淡地表示月已经 视为出色的死神了 现在的死神界正在堕落 剩下的死神都只是为了继续苟活 才会夺取人类寿命的形势走肉罢了 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比起这些家伙 为了人类奋斗的月似乎才更像一名死神 月满不在意 他可不想跟死神相提并论 不过他还是给了刘克一个建议 说不定刘克可以凭借人间界的经历 改变死气沉沉的死神界 月拿着笔记正如是说着 突然灵光乍现 他想到利用笔记规则来 得知那人名字的方法了 没过多久就有六名罪犯死于心脏麻痹 但这次不同的是 其中三人在死前做出了异常举动 第一名死者在牢房里 用自己的血画了个图案 第二名则留下遗书提到了基拉 而最奇怪的还是第三位死者 他逃出牢房 然后死在了30米外的守卫厕所 L很快便收到了这些信息 虽然不排除犯人的自发行为 但联想到基拉能够操控死亡时间 那么操控死前行为也不是不可能 L立马联系了总一郎 让他们向媒体公开时切勿 提及心脏麻痹以外的情况 他已经猜到 这或许是基拉在做某种试验 因此更不能将这一切透露出去 但月已经通过老爸的电脑得知了消息 他在写下名字后 继续备注了两类死前行为 其中三个合理选项都分毫不差地应验了 而另外三个诸如 让身处牢房的罪犯死去法国 又或是画出他们从未见过的L 也没能成功 这表明目标无法写出超出自己认知的情报 虽然限制很大 但月很自信这些死前行为 足够让L头疼一阵了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月挑选了一个被通缉的尹君子 然后在笔记上写下了结局 做完一切后月决定给自己休个假 随便一个电话便将迷妹叫了出来 足以见得其魅力有多大 只是没过多久 那名尹君子登车劫持了两人乘坐的巴士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月则趁机拿出了一张纸条 表示要和迷妹一起制服歹徒 后座的男人却突然探出头打消了两人的想法 表示接下来交给他处理 但月可不会仅凭三言两句 就相信这个陌生人 谁知道这人是不是绑匪的同伙 男人顿时陷入了迟疑 原来他就是一直跟踪月的探员 几天的调查已经让他排除了月的嫌疑 况且月要真是姬拉的话 犯人应该已经死于了心脏麻痹 而且他前几天从报纸上看到过绑匪 他深知尹君子的危险性 男人一阵疯狂头脑风暴后 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月就这样毫无痕迹地查到了尾巴的名字 然而好戏才刚刚登场 月故意不小心将刚刚的 纸条掉在了过道中间 也成功地吸引了绑匪的注意 不过这只是一条情话罢了 但绑匪看完信息却突然转头乱射起来 原来刘克都成了月算级的对象 那张纸条是从笔记上撕下来的 因此绑匪看见了诡异的刘克 眼见子弹对刘克无效 绑匪立马截停了巴士 然而刚下车就被早已注定地开门杀 了结了性命 一切都和日记记录的一模一样 而一无所知的探员 只以为绑匪科嗨了产生了幻觉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绑匪死在了眼前 对于月这个始作俑者 他没有丝毫怀疑 不过碍于自己特殊的身份 FBL偷偷潜入日本可是属于外交问题 因此临行前他特意叮嘱月 不要将自己身份告知警察 接下来就交给日本警方 当做事故处理就好了 数不知月求之不得 没了目击证人谁也无法知道 他出现过在这里 当雷一脸疲惫地回到住处时 未婚妻立马为他准备了咖啡 在得知雷的经历后 未婚妻却因为前探员的职业 习惯提醒他那真的是事故吗 雷打断了未婚妻的话 这个事情他已经有了定论 现在他更操心的是 怎么面对未来的岳父 而另一边 岳在得知雷的名字后并未着急下手 毕竟探员刚完成任务就死了 会放大他的嫌疑 接下来就在牢里随机挑选信任 让L苦恼去吧 而另一边的L也确实被带偏了节奏 不过在仔细观察遗书后 L发现了吉拉传达的信息 L立马安排清信度注意牢内的情况 他判断这种信息以后会继续出现 一周后 岳将消灭探员雷的计划重新搬了出来 通过最近的测试 他发现了一个连刘克都不知道的隐藏规则 如果在笔记上先写明死因以及死前行为 然后再补上名字的话 死亡笔记也会生效 而这次就是要利用这条规则 眼见目标出现 岳带上东报跟了上去 并向雷表明了身份 为了自证 岳表示自己会杀掉咖啡店门口的服务员 雷刚想大呼助手 门口的男人便捂住胸口倒了下去 不过这人曾犯下过竖起强奸案 却因为证据不足逃脱了法律制裁 如今他没能逃过审法 雷或许已经从L那里得知 吉拉传人必须看到长相 岳则利用其中的信息差挟持了在场所有人 并不明白另一个处罚条件的雷将在了原地 或许觉得威力还不够 岳则将计就计表示已经知道了他的长相 雷即便可以不在意无辜的路人 也无法将爱人的生死弃之不顾 他彻底放弃了反抗的心思 随后岳让他带着无线电以及 几张只露出一个小格子的白纸坐上地铁 在雷登车后 岳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来日本的探员一共有几名 雷回答12人 得知结果后 岳便让雷在白纸最上方的空格 写下长官的名字 并表示长官马上会给他发来 日本所有探员的资料 雷虽然有些不明所以 但如果仅限名字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刚写下没多久 果然收到了长官传来的资料 而接下来岳的只是便是让他根据 资料如实写下所有人的名字 随后岳交代雷将文件带放在行李架上 然后半小时后在某一站下车 然而刚刚走出车门 雷便痛苦地捂住胸口倒在了地上 想必各位已经明白了岳的作案方式 那几张指其实是一个信封 里面藏着的就是从笔记上撕下来的纸张 除了最上方一格特意备注了给 所有探员发送这次的行动资料 其他的则都备注着接受资料后死于心脏麻痹 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死在了雷的手里 而且资料给全体探员都发送过 岳相信有了这层掩护 没人能查到自己这里 但这场计划并非天衣无缝 雷的未婚妻在得知恶号后展开了调查 前探员的直觉让他确定雷 口中的那场事故并非意外 他来到巴士公司 并找到了事故当天的当班司机 司机对这件事印象深刻 因为当时只有雷挺身而出让大家趴下 但其他六名乘客就没什么印象了 向司机表达谢意后 雷的未婚妻大胆推测基拉 很可能就在那些乘客之中 不久后 L便收到了来自美方的消息 大量探员的死亡让美方中指了这项调查 而日方得知L在调查他们后 对L的信任愈发动摇 尤其是FBL探员全都死在了基拉手里 正在调查基拉的他们更加恐惧 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离开调查总部 L也同样追悔莫及 因为他也被基拉耍了 深夜夜神一家召开了家庭会议 总一郎忧心忡忡地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 FBL的死说明基拉会杀死调查他的人 但总一郎身为警察局长 万万没有向罪恶低头的理由 他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而他唯一的顾虑就是这个家 短暂的沉默过后 月突然起身 得到家人的支持后 总一郎召开了紧急会议 他表示要走的人大可离开 并保证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于是五点后他回来时 就只看到五位做好了牺牲准备的战友 就在这时要的声音响起 他相信这些拥有强烈正义感的警察 为了表示自己逮捕基拉的决心 L表示自己愿意和在座的六位见面 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可以 商议一下是否相信L 六人来到楼外大声密谋起来 其中一位持强烈反对态度 是到如今L才选择露面 而且和他以往独来独往的性格截然不同 保不齐也是个提升 他推测L会不会一直在等现在这种状况 调查总部一开始就有人不信任他 加上后面的情报泄露 L的指挥工作变得越来越难 但那名反对的警察却不敢苟同 所以选择了退出 于是最后只剩五人留了下来 不久后 总一郎推开了酒店的房门 神秘莫测的L首次露出了真容 L坚信如果基拉得知了这个消息 一定会来接近自己吧 但那种情况他求知不得 如果说L是死亡笔记中最聪明的人 那么一定没人会反驳 而他对基拉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 基拉只是个幼稚又争强好胜的小鬼 不过这话对L自己来说也是一样 同样聪明绝顶的人 L自信却从不自负 这就是他与越之间的不同 而之所以会说基拉争强好胜 其实从第一次交锋开始便有迹可循 面对L的挑衅 基拉总是以更强硬的态度加以还击 原本一直以罪犯为目标的基拉 被L定义为邪恶后 毫不犹豫地杀掉了L的提身 被发现藏身之地后 基拉又将目标扩大到了全国范围 至于为什么不停止报道罪犯信息一劳永逸 因为一旦这样做 基拉就有可能会将目标放在罪行较轻 或是普通人身上 事后还会将藏匿犯人的警察作为借口 如果是越听到这一席话 肯定会说这人开挂 但这还仅仅是钱菜 虽然几次交锋似乎都以L失败告终 但通过这段时间收集的零碎信息 L已经有了大致目标 在FBL进入日本五天后 劳内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诡异死前行为 这明显就是基拉的一次尝试 也从侧面说明这五天里基拉 察觉到了FBL的威胁 而为了消灭长相姓名未知的FBL 他之后肯定还进行过更详细的测试 而这期间有23人死于心脏麻痹 其中不乏罪名较轻的人 在成功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之后 便有了FBL全军覆没的事件 所以基拉一定就是FBL前五天的目标之一 而L早已准备好了FBL 这五天内的调查报告 有里有据让人信服 面对着从未设想的道路 几名年轻的警察除了队 L抑郁言表的崇拜之外 对逮捕基拉的信心也增加了几分 不过总一郎却有一个疑问 既然L说自己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 如今为了抓捕基拉以真面目示人 不就等于承认自己输给了基拉吗 L坦然地面对了自己的失败 但他坚信自己一定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整整一夜过去 在通过对话排除了几人是基拉的可能性后 L拨通电话叫来了一个人 眼前满头白发的老爷子正是 以L代理人出现的杜 他不仅为众人准备好了新的证件 还贴心地准备了一条爱马仕 只要连续按下两次 就能立马联系上杜老爷 会面结束后 L正正地望着窗外 目前他已经稳住了局势 接下来就只差一样决定性的东西 越野在想他有没有遗漏什么 可思来想去除了死于车祸的尹君子 他似乎毫无破绽 殊不知已经有人盯上了这唯一的破绽 直美通过走访巴士结案 已经确定基拉就在车上 还推断出基拉能使用心脏麻痹以外的方式杀人 可他一个普通人的能力始终有限 于是他来到警局准备向调查总部求援 可总部为胜的五人都还在L那里 给父亲送衣服来的越正好撞见了这一幕 在听闻直美有关于基拉的重要情况时 越不动声色地向警员表明了身份和来意 而警员对这个局长公子印象深刻 毕竟前不久还帮局内破获过一起案件 在得知直美的烦恼后 他引荐一下局长老爹 不换名字后 越为了获取直美的信任 便说出了基拉能操控死前行为的事 殊不知这一件正中把心 直美通过调查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将基拉能使用心脏麻痹 以外的手段杀人的推断说了出来 文言的越有些愣神 但他很快恢复如常继续套话 而接下来的聊天让越明白了前因后果 直美说出了雷卷入巴士结案的经过 雷后来还曾经向直美透露过 他曾在巴士上向某人出示过证件 而且那也是进入日本后唯一的一次 所以直美才会那么肯定基拉就在车上 所以才会那么确定结肥也是死于基拉之手 一切都是为了从雷口中得知FBL的资料 这真不能怪直美太过大意 属实是越的演技太过逼真 南宫直美的死绝对是许多人的一男平 作为全剧颜值最高的人 同时也拥有极高的智商 仅靠一些零碎的细节 就一度将越逼入了绝境 然而在创世神安排的一系列巧合 以及越毫无破绽的演技面前 他终究是输了 就如同越自己说的那样 不仅仅是死神 就连创造他们的创世神也站在了他这边 他庆幸自己先警方一步见到了直美 凭借直美的信息 想必很快L便会确定他就是基拉 但接下来这个隐患将彻底消失 越一边掏出纸笔 一边询问直美关于调查的细节 然后记录起来 直美不已有他 可越实际上写的却是直美的死亡详情 下午1点15分 监睦赵子选择做出不想麻烦别人的样子 以自己能想到的最大限度 只考虑遗体不被发现的自杀方式结束生命 在越看来直美很聪明 如此一来 他的尸体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被发现 哪怕被意外发现 也会被当作殉情草草结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越格外兴奋地等待着 然而时间到了 直美却毫无反应 再加上从写笔记开始 刘克就一直诡异地笑着 越脸色一沉 瞬间意识到直美在互换姓名时用了假名 难怪刘克从那时候起就显得有些怪异 不过仔细一想这也无可厚非 未婚夫就是因为说出了名字才会遇难 直美会刻意使用假名才算正常 现在的情况可谓糟糕 如果一直追问肯定会引起怀疑 就在这时 直美提出想要回到警局 看看调查总部的人回来没有 越现在没得选只能答应下来 眼见马上就要暴露 即便是自诩为神的他也开始慌了 甚至开始担心父亲回电话了该怎么处理 难道让直美接吗 越一遍遍在心里对自己说着冷静 只是找个名字而已 他一定能做到的 越首先放弃了动用暴力的想法 就在越思考其他办法时 刘克那蛊惑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但刚说完越就该后悔了 直美察觉到有一丝违和 他问越为什么还一直跟着自己 接下来他自己一个人去警局就行 越只能眼睁睁看着直美渐行渐远 按照距离 回到警局大概还有五分钟 越决定在这五分钟内 想办法得到直美的名字 他快步上前叫住了直美 并表示直美是无法联系调查总部的 之所以总部会没人 那是因为总部采取了人员保密措施 不然谁都能知道调查人员的身份 他们一定会不为FBL的后尘 越其实并没想好问出名字的办法 可又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死 只能这样先调住直美 但不逼逼两句 越都差点忘了自己有多牛逼 这通瞎话变得有理有据 直美很难不相信 但直美问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 越为什么会这么清楚 越先是一愣 然后假装犹豫着说 自己就是调查总部的成员之一 此话一出直美惊望 越没给直美留下思考的机会 现在是L在指挥调查总部 但因为害怕 很多人都离开了总部 自己则是因为帮助警方破案的经历 被L提拔成了调查员 话而言之 现在还留在总部的 都是值得信任的精英 直美虽然略有怀疑 却仍表示越说的都对 但他还是要亲自去一趟警局确认 可越乃能就这样放他离去 他略微慌张地追了上去 可直美却表示最好的情况 是和L直接联系 而且L有见他的理由 两年前他曾在的指挥下 破获过一起案件 虽然相处短暂 约内心一阵暗息 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越先是一通不着痕迹的马屁 让直美放低了戒心 然后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 为什么直美会将这些事 告诉越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原来直美在得知 无法见到总部的人时非常着急 总部长儿子出现 不仅对他的调查给予了肯定 而最重要的则是直美觉得他和L很像 文言的越明白已经成了 他转身向直美伸出了手 询问直美要不要成为调查总部的一员 然后亲手逮捕吉拉 而且像直美这种有经验的人 正是L急区的人才 而且共事的经历也会成为加分项 直美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 越见直美有了动摇 便继续使了招欲擒故纵 说直美现在还年轻 没必要参加这么危险的调查 直美不出意外的中招了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 见直美主动提出了加入请求 越表示需要他出示证件 放下一切防备的直美有些不好意思 他承认了自己使用了假名的事 然后拿出了驾照 南空驾照上的名字叫南空直美 越再次拿出纸条 像是边问边做记录 天空下起了雪 急着赶回总部的警员 打着伞和两人擦肩而过 创世之神没有眷顾直美 越也在笔记上画下了句号 越每次出门前将纸片夹在门缝 然后刻意将门把手压低五毫米 为了保险起见还会在门缝 放一根自动铅笔芯 这就是夜神月每天的日常 放学回家的月却发现门把手附位 笔芯也已经断裂 但那被当作障眼法的纸片 却被人刻意复原了 显然有人进了他的房间 但绝对不是家人 不久前 L连甘树天终于有了发现 他通过观察FBL死前被监控 拍到的画面发现了滑点 探员雷死亡当天乘坐地铁的时间 比正常通勤要多出半小时 近战前手里拿着的文件袋 在下车时也消失了 并且他死前一直在朝车厢里看 虽然基拉一直是在远程杀人从未露面 但如果他采用逆向思维 那站在地铁里的人 很可能就是基拉 就在这时接到了热心市民的举报 对方称雷的未婚妻南空直美失踪了 韩寒春田猜测直美悲伤过度自杀了 但与直美有过合作 知道他是个坚强的人 未婚夫被杀 他更有可能去调查基拉 跟雷朝夕相处的他能知晓 警方不知道的信息 现在失踪大概率跟基拉有关 L当即决定集中排查雷的调查对象 并要求在他们家中安放监控以及监听器 其中包括局长总一郎和他的家人 众人连忙询问基拉在其中的可能性有多大 L回答只有5% 仅仅5%就要如此大费周章 春田认为无法理解 况且局长家中还有女眷 总一郎打断了春田 虽然对家人受到怀疑深感愤怒 但他们调查了这么久 连基拉的毛都没摸到 如今即便只有1%的可能也要全力调查 既然要装的话 那么厕所也不能放过 正有此意 并表示自己要负责监视夜神一家 殊不知月已经发现了此事 他淡定地进入了房间 面对刘克的搭话也充耳不闻 在出门前 还特地地将纸条夹回了门上 监视器前的总一郎格外紧张 儿子的行为明显是在隐藏什么 但L表示这对17岁的少年很正常 他当年也这么干过 在确认衣服上没有监听器后 月才向刘克解释家里已经被人监控的事 在买到想要的学习资料后 月再一次将刘克算计了进去 他让刘克以后不要随便在屋内和他搭话 也不能再吃苹果 毕竟他要是吃了不仅会变成灵异事件 还会暴露自己 因为他告诉过基拉死神吃苹果的事 但苹果对刘克来说就像是烟酒 一天不吃就浑身难受 而月表示想吃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刘克能找到监视器的死角就好了 然而刘克这次被卖得彻底 因为月房间内的监视器高达64个 毫无死角可言 深夜月认真地翻阅着学习资料 然而监视器前的总一郎傻了 衣冠楚楚的儿子竟然在研究这种资料 L表示这对17岁的懵懂少年来说也很正常 但接下来会有个难题 如果现在新闻播出了罪犯信息 却没有死掉的话 那么月一定会被怀疑 不过对此月早有准备 他将未来几周的犯人都 预先记录在了小本门上 来避免因自己生病或遭遇意外无法写日记 对于被监视这种情况 普通人或许会露出马脚 但他可不是普通人 原来月将一个小型电视装在了薯片里 然后通过电视来收集张三的长相 这一番操作下来 L就成了他的不在场证明 月显然成功洗脱了自身的嫌疑 然而第一天就洗清嫌疑 对L来说是更大的疑点 而且今天的吉拉莲罪行不太重的犯人都杀掉了 L这波显然在第五层 然而月的层数在他之上 他光明正大的打开电视 然后记录下了电视播报的所有罪犯信息 两手空空出门后 在凭借冯在钱包的日记写下名字 这样一来 他才算完美无缺地洗清了嫌疑 在监控前L没有找出任何漏洞 他甚至开始怀疑吉拉能够凭借意念杀人 但即便如此 普通人杀人时的举证和表情总会有变化 如果吉拉就在这些人之中 那么他的精神层面恐怕 已经到达了神的境界 但哪个神杀人还需要知道长相和名字呢 所以他不可能是神 他只是一个扮演神来行使力量的杀人罢了 但监控的存在已经没了意义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亲口承认自己就是吉拉 家里的监控被撤让月松了口气 现在只需要借助父亲的内部消息 慢慢调查就可以解决L这个心腹大患 而刘克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吃苹果了 之前因为没吃苹果 他出现了严重的阶段反应 好不容易趁着外出有苹果吃了 但月竟然要他将苹果和野一起吃掉 长此以往 被CPU的刘克便养成了吃苹果盒的习惯 甚至一度传到了死神界 谣言愈演愈烈 最后甚至有神说刘克被人类包养了 而后的时间里月享受了 一波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 并已满分考入了东京大学 还成为了大学的新生代表 不过同为满分代表的 还有个举止怪异的少年 让月始料未及的是 L竟然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了他面前 如果是普通人恐怕已经心脏骤停 月的表现却极为自然 他称自己是L的死忠粉 能在这里见到他很高兴 个锤子 此时的月可谓慌的一批 短短两秒半 他就已经否定了好几种应对方案 对方如果真是L 自己也不能杀他 L死后自己必定会被怀疑 而且L的名字和一个偶像相同 毫无疑问是假名 而这也是L最精明的一点 他在研究监控期间 注意到月曾和妹妹聊过这个偶像 一旦月尝试用这个名字来杀他 陷入为主的情况下 月会不受控制地想起偶像的脸 那名偶像就会死 如此一来月还是会被怀疑 但现在最好是什么都不能想 L一定在观察自己是否动摇 月立马打断了自己内心的天然交战 若无其事地和L告别 但回到家中那一刻他蹦不住了 月甚至开始抱怨死亡笔记 为什么不能操纵人去杀人 足以见得他这次被耍得有多惨 虽然只要知道L的真名 就能让他死于意外 但现在不仅无法确定 他是不是本人 而且就算是本人 现在和自己接触就死了 警方还是会怀疑自己 月不得不承认自己小看了L L直接露面这一行为 看起来很鲁莽 却在一开始就立于了不败之地 他已经预料到L接下来 会想尽办法接近自己 不过也从侧面说明L没有 找到什么实质性的把柄 表面两人得装作关系融洽的同学 背地里互相试探对方的身份 说白了就是一场制斗 不败之地的保败之地软